三国机密徐福介绍一个可以和王岳一战的男人。 近日电视剧《三国机密》播出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而对于《三国机密徐福是谁》解释,很多网友关注的接下来和小编一起来看看《三国机密徐福是谁》把《三国机密之乾隆在渊》。 是根据马伯雍同名小说改编唐人影视出品由达志和郑伟文联合指导的古装历史具有马天宇、韩东军、万熙、董协、王阳明、董璇、谭建次、谢君豪、李建义、书耀轩、图南、王玉文和汪小敏等主演。 该据讲述了曹操零凤县,帝与许都携天子,以令诸之时汉县帝留邪周旋列强之,兼与同道携手复辟。 汉氏的故事在《三国机密》之中,徐福一登场就被杨修派叙赐,杀司马懿,而所幸与司马懿在一起,而是天下第一游侠县圣王月的弟弟而徐福,面对这样的高手甚至也能占到上风, 可见徐福站立之高强而在《三国机密》援助,当中徐福甚至能够可以和王月一站而不落下风。